为了展现木逸之美跟多元化的文创性 文化部文资局跟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今年共同举办文创实验工坊 并且以木座作为年度主题 从2018年8月15号开始 选择在文资园区的生活艺术馆二楼 举办连续一个月的木维度文创实验工坊其中成果展 文资局主任秘书吴华中 还亲自在14号上午的记者会中 颁发感谢状给传授木逸技能的工艺师 鼓励1916文创工坊的艺文人士 希望持续将文化精髓注入文创跟生活当中 为了展现道地的台湾精神 活动一开始还有一场精彩的原住民歌舞表演 这样的设计能够使我们的这些产业的 这种文创的产业更有优质 它不只是有实用性 它更具有生活性 这是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的设计师 跟我们这些传统的艺师能够相结的地方 才能把我们台湾最优质的 最在地的 最有特色的传统文化 能够发扬出去 这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我们的目的 这一次的木逸作品成果展 主要是能够让业者亲自参与 学习包括令草编织 木结构研讨 竹编工艺 纸灯笼制作 口鼻笛制作跟赏锡 植物染等专业课程 将传统记忆重新应用创新 参展的业者 有陈美宁的耕田手法工坊 廖盛文的铁三漆房 何唐利的福气饰品工作室 每件作品都相当具有文创艺术性 也都是工艺师们努力创作的结果 文创实验工坊 它的核心的概念 是请我们的国宝级的艺术家 还有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者 进到我们的文创工坊里面来 来做一个传承 还有做一个授课 所以它其实针对我们一般的大众 也可以来做一个学习 针对我们的文创工作者 也可以来做一个传承 跟学习一个动作 这一次文资局跟台中科技大学合作 共同举办木维度作品展 主要是以织 朔 巧 色等技法 呈现不同框架的木翼作品 还加入马中良的天然工坊 共同协助策展 展现丰富多元的文创精神 展览期间从8月15号 到9月16号为止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抽空走一趟文池园区 欣赏各式各样木翼作品之美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不是前原理会的主位 好 好 你再跟我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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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